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 天生就没有头发 还要从小受这么多苦 太让人心疼了 您别看现在这姑娘 大大咧咧的 好像完全不在意 自己光头的形象 但是以前 她可没少因为光头 受到伤害 从小啊 家人为了不让小朋友 发现安然是光头的秘密 专门给她买了一颗假发 让她带着假发去上学 一年级的时候呢 安然认识了一位好朋友 她觉得好朋友之间 不应该有秘密吧 所以就偷偷地 把自己是光头的秘密 告诉了那个小姑娘 可她万万没想到 接下来自己要面对的 是人生当中最灰暗 最漫长的一段日子 没过几天 全校的同学 都在议论她的光头 好多同学都指着她骂 小尼姑 小秃头 有一次 一个男同学还当众扯下 她的假发 直接丢在了地上 看着她狼狈地去剪 然后引来一只 哄堂大笑 那一刻 安然恨透了自己 她恨自己 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顶着一个光头 来到这个世界上 更严重的是 中学毕业之后 安然竟然想到了自杀 就在她拿着美工刀 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一通电话 挽救了她的性命 安然妈妈问她 想不想跟她一块去上海 这句话简直就是 安然的救命稻草 她分分钟做梦 都在想着逃离这个 让她出尽丑的地方 于是她放弃了自杀 来到了上海 每天辛苦地隐瞒着 自己光头的秘密 直到她遇到了 人生中的第一位 白马王子 很快 两个人就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 安然不想再隐瞒 男朋友自己是光头的事实了 于是有一天 她鼓足了勇气 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 虽然男朋友 没有因此离开安然 但是两个人的爱情 却遭到了 男方家人的反对 安然像一下被打进了 万丈深渊 自己躲在房间里 几天不吃不喝 甚至还住进了医院 医生呵斥她说 你的各项身体检查 都已经严重不达标 再这样下去 就是败血症了 你就那么想死吗 你就那么想死吗 这句话 像当头棒喝 敲醒了安然 他不想死 他要好好地活着 安然好像 一下子就释然了 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要更多的人爱上你 先要爱上你自己呀 从那以后 他开始学着 不再隐瞒自己 是光头的事实 之前每次出门啊 必须得戴假发 现在 开始试着 光着头出门 努力让自己 从心里 一点点地接受 并且爱上光头的自己 你现在觉得 换一个角度看人生 是不是 人生别样美丽呢 是的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